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有关等效力或等效力举的那个观念 跟我们等一下今天要讲的第五章 也有相当的关联 所以我们在真正跟各位介绍第五章以前 我再花个几分钟 跟各位回顾一下 很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第三章谈到的等效力 或等效力举的重点 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 跟各位讲过 假设现在这是一个物体 然后我们有几个平面的力 比如说有四个不同的力量 作用在这个平面的物体 我们现在谈指平面 也就是说这四个力 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作用在这个物体上面 然后我可以把这四个力 本来是在不同的作用点 还是同样的一个物体 我可以移到同一个位置 把这四个力都移到同一个位置 然后会变成了一个合力 而这个R呢 就是等于我们前面那几个分别力的相加 但是这些力移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些力对这一点会产生一个力矩 就要有一个 也就是每个力移到这一点时候 会有一个补偿力矩 因为这个力量 比如说以左边的这个力来讲 本来对这一点应该有个力矩 和它把它的合力移到这个 它背有力矩 所以这个移过去以后 它还会产生一个 除了合力以外 会在这一点产生一个补偿力矩 而这个补偿力矩呢 也就是等于summation的RI 也就是每一点每个单独的力量 对这一点所产生的力矩的合 那这个力跟力矩 我们就叫做整个这个系统 在这一个特定的这一点的一个等效力矩 特定的这一点的等效力矩 OK 然后因此所有的力都集中到同一点 然后我还可以把这个力跟这个等效力矩 移到另外的一个点 如果这一点对这一点的力矩 那这个也要扳过去 刚好会抵消 那我们这边这个平面 它就会变成到这时候 就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力 作用在这个位置 然后没有力矩的 也就是说 这个合力作用在这一个位置 等于对这个物体的效果 等于左上角这个图 这四个力 单独在这个位置 对它的效果是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是等效 同样的道理 这边有一个力 加上一个力矩 作用在这一点 对这个物体的效果 也就是跟原来这四个力的效果一样 我们也叫做等效力 这个叫做等效的力 跟力矩系统 这个就变成一个单一的等效力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一遍 我们上礼拜考的第三题 就是类似是左上角的这个图 我要你们找到它的单一等效力 那这个等效力 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作用线 等效力的作用线 跟这个边界的一个节点 那我们等一下下一堂会再跟各位说 我们只是现在再给各位回顾一下 如果是有一堆 一个物体上有一堆平面的力 作用在我们现在强调是平面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力量 合成一个单独的力 而这个单独力 它的作用线会在一个特定的位置 这个单独的力作用在这个位置 对这个物体的效果 等于左上角这个图 这四个单独的力 在它原来的位置 对这个效果一样 这个时候左下力就叫做 左上角的 左下角的这个力 叫做左上角的这个图的 等效单一力 OK 同等的效果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现在 刚刚讲的是平面的力 如果我们现在说这个物体的作用力 是一个平行的 假定 这个底部 这个平面 这是XY 这是ZY 上面这个是Z 这个平面就是一个物体 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力量 都是平行朝下 作用在这个XY平面上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力 合到 移到某一个特殊的位置 这个R 还是一样 等于 Sumption FI 然后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合力 作用在这个特定位置上 对这个的 物体的效果 等于这些单独的力 对这物体的效果 因此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几个单独的力 左边的这个图的单独的力 对原点的力矩 会等于 右边这个图 这个单一的力量 在这个特定的位置 在这个特定的位置 对原点的力矩 会一样的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右图的这个单一力 就叫做 左边这个图的 等效单一力 同等的效果 我再强调 因此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再强调 如果是平行力的话 我们也可以找一个 等效的单一力 等效单一力 在它所在的位置 对原点 所产生的力矩 等于 左边的这个图 每一个单独的力 对原点 所产生力矩 是一样 这个时候 右边的这个 就叫做 左边的这个图的 等效单一力 那是我们在第三章 有谈到的 所谓的等效单一力 力矩 或是等效单一力 不管是平面的力 或是平行的力 它都可以化成一个 等效单一力 而这个观念 我们再跟各位 现在不再说明清楚 因为这个 等下我们第五章 会用到这个观念 用到是我们会再回过头来 再跟各位说一下 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五章 我再讲二三四章 基本上就是 不管是指点还钢体 就是净力学的基本观念 我们都告诉各位了 第五章 以后所谈到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净力 平衡时候一些应用 第五章呢 我们先跟各位介绍的是 所谓的分布力 distributive force 跟central 和center of gravity 也就是重心 重力中心 我们第五章会告诉各位 怎么样找到 任何一个物体的重力中心 因为我们都是假设重量 是直接集结在重力中心 讲以前 我们先把两个名词说明 第一点 我们先跟各位说明 什么叫做distributive force 一般来讲 力量的分布有两种 一种叫做集中力 假设我这边有一个梁 就一个物体作用在 就单独一个力作用在这一点 这种就叫做集中力 所谓的分布力 所谓的分布力就是我的力量 会沿着某一个长度 某一个面积 分布量 比如说还是一样 这是一个梁 我说这边有一个力量 是这样子分布 也就是说这个的单独力量 它的单位是流顿 这边的力量呢 是说每平方公尺 有多少流顿 就是每单位长有多少力 如果力量是用 每单位长有多少力的 这种力就叫做分布力 分布力有三种 记得集中力只有一种 concentrate load 就是一个这样子 分布力有三种 一种是每单位长度 有多少力量 这是二维的 另外一种呢 是每单位长度 每平方公尺 每单位面积有多少力量 像老师 如果我现在的一只手 压在这个板子上 现在的力量就是 所谓一个单位面积的分布力 我这力量的有大小 是看每单位面积多少 这个每单位长度 多少分布力 或是每单位面积 这相等于是一个力的 一个密度的那种味道 这些都叫分布力 分布力还有第三种 它的分布方式是用 每单位体积有多少分布力 那第三种 先跟各位解释 所谓每单位体积 有多少分布力 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重量 物体的重量 你们回顾一下 我们的任何一个物体的重量 等于什么 等于我的重力加速度 乘上我的密度 乘以我的体积 所以如果我把我的重量 除以 那我们整个一般的物体 我们都说我的重力加速度 是固定的 密度也是固定的 所以 我把这个W 除以我的重力加速度 跟我的弱 这个就 等于是每体积的重量 每单位体积的重量 因此 它就是沿着我们整个物体 都均匀分布的 所以这个就是 每单位体积的分布力 我们再强调 分布力基本上是有三 分布力就是力 不是作用在一点 是作用在某一个长度上面 二维的 或是三维的 就是作用在某一个面积上面 或者是作用在某一个体积上面 那单位 那一般来讲 二维的 那是我们一般的假设 因为我们知道二维部 是真正的case 就是某一个梁上面 有多少力量分布 那 每单位面积分布力 是我们最常见的 比如说 你现在是下雪了 你屋顶上 附了一层雪 雪就有重量 那那个雪的重量 对那个屋顶来讲 就是看它每单位面积 有多重 那 每单位面积有多少的雪 多少的雪的重量 层上总面积 就是作用在屋底上 总共的雪的重量 因此 如果我们说是一个分布力的时候 假定是每单位长度 有多少的重量 那这个值 乘上总长度 就是总共的重量 如果分布力是每单位面积 所受的力 那乘上总面积 就是总共的力量 如果是单位体积 所受的重量 那乘上体积 就是总共的重量 这个就是分布力 因此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你们讲 课本上没有讲 可是这是基本观念 如果力量是像我们左边 左边这个图所讲的 是一个集中力 那它多少就是 总共力量就是多大 如果是属于分布力的形式 它告诉你一定是 每单位长度多少 每单位体积多少 或每单位面积多少 那你要知道力的总共的力量 你还要乘上它的总共的长度 或总共的面积 或是总共的体积 这个是我们叫分布力 因为我们这一节 这一章要谈到的是物体的重量 也就是这个分布力 有点类似是单位体积的重量 因此我们先给各位介绍 什么叫做分布力 第二个 我们要跟 它这有两个名词 你们仔细看 一个叫做centroid 一个叫centre of gravity centre of gravity 我们就叫做重力中心 centroid我们一般翻成重心 这两个名词各位呢 很多同学可能知道 但你们可能差异在哪里 我们现在先来告诉 严格说起来 很多同学都认为 这两个名词是一样 严格说起来 这两个名词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先讲 centre of gravity 下面的这个名词 我们叫做重力中心 所谓的重力中心 因为是所谓的重力表写重量 就是你真的考虑到是一个物体 它是有它的重量的 我们假设物体都集中在那一点 那一点就叫做重力中心 那是有重量的 有重量的物体 我们假设那是重量 centroid 严格说起来 应该叫做几何重心 它不是考虑物体重量 它是考虑一个物体的几何形状 几何形状 就是讲的 大家现在听好 如果我说我这边是有一个圆的球 这个球是有它一个重量 比如说是铝合金制造了一个圆球 那这个的圆球 我们假设所有的重量 都集中在这个圆球的中心点 那一点叫做重力中心 centre of gravity 可是我现在不谈物质 我只说有一个球的圆几何形 那是一个几何形状 那这个球的中心点就叫做centroid 所以你们自己在课本上注明 centroid一般来讲 指的是几何形状的所谓的中心点 centre of gravity 指的是一个实质物体 它的中心点 然后这个再回到我们刚才给各位讲的那个公式 重量等于重力加速度乘上密度 乘以体积 听好 一般来讲 我们都假设重力加速度是不变 是定值9.81 每秒9.81公尺 密度 这就很注意的 一个物体 它的密度也许是均匀的 也许是不均匀的 比如说我一个球是同样的一个材料做成 这个球的密度就是均匀 可是我可能有一个球 一半是铝合金 一半是钢铁所形成的 那这个球的密度就很明显不均匀 这边你们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一个物体它的密度是均匀的话 那若跟这个鸡跟若都是常数 这个时候 这个几何物 这个物体的几何重心 就会等于这个物体的重力中心 这个时候会一样 所以注意 我们任何一个物体 它有它的重量分布 也有它的几何形状 我们考虑到重量的中心点 我们是叫重力中心 如果我不管理它的物质是什么 只考虑它的外在的几何形状 它又有一个中心点 那个中心点就叫做 深脆的几何重心 如果这个物体的密度质量是均匀的 我们等下下面再来还会讲 我们就说重力中心等于几何重心 如果它的密度是均匀 如果密度不均匀 重力中心跟几何重心就不见得是同一点 所以各位还是要给它分清楚 不要把这两个名词都当做是一样 我再强调 一般我们讲的centroid 是讨论到的是几何形状的重心 我课堂上就把它叫做几何重心 centre of gravity 是把这个物体的实质的重量 有考虑进去 假设都集中量都集中在这一点 那不是绝对的 但是很多书是这样子 它会把这个 不管 centroid 那有的人一般的符号 常常用的是这两个 不管centroid还是center of gravity 一般用的是G跟C 如果有的书会更仔细一点 它会说重力中心 center of gravity 它用的是这个G这个符号 centroid 它用的是C这个符号 但这个各位就不要记 这个没有一定 因为很多时候 只要密度均匀 我们讲的centroid 跟center of gravity是一样 所以很多课本上也不会很 它有时候就用G 有时候就用C 但是anyway 不管是重力中心 还是几何重心 这两个符号是最常用 而且不管是哪一个 它还有一个图形 就是一个圆中间有一个 一个十字 然后在第一项线跟第三项线会涂黑 第二项线跟第四项线是白的 你们等一下后面我会给各位看 有了这个 有一个图上有一点定在这边 就说这一点就是这个物体的重心 几何重心或是重力中心 这我们一般谈论是 那好 这两个现在大家分清楚了 还有一个名词 你们也是小学就学过了 叫做直心 直量中心 我们这门课也会用到 center of mass 直量中心 或是mass center 反而就是我们所说的直心 不要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公式 w等于重力加速度 乘上密度乘以v 但不要忘了密度乘以v就是质量 所以w也可以写成 我的重力加速度乘上我的质量 mg 重量就等于mg 这个意思也就是 只要我们认为重力加速度是常数 重力中心就会等于质量中心 那是几乎一般Case都这样子 重力加速度什么时候不是等于常数 就是代表你现在这个物体非常的大 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重力加速度是跟你人到地球的中心距离成比例 可是地球的距离是6000多公里 如果你一个物体只有100公尺好了 它最高点跟最低点的重力加速也差不多 所以除非你一个物体是大到几百公里的那个物体 它最高点跟最低点重力加速度会比较符合的都一样 所以因此现在注意到我们现在讲了三种星 一个是纯粹考虑到物体的叫做几何重心 Centroid 第二个考虑到物体的那个重量的我们叫做重力中心 Center of gravity 第三种是假设物体的质量是聚在同一点 那一点叫做质量中心 一般来讲 质量中心跟重力中心基本上是同一点 因此我们有时候一回说这点是质心 一回说是重力中心 其实意思是一样 质量中心跟物体的重力中心基本上是同一点 所以你这物体是大的不得了 然后质量中心跟重力中心和物体的几何中心 只要这个物体的密度是一样 就是同一种材料做成的几何重心 也会跟重力中心跟质量中心会重叠 那我们这一门课主要就是要告诉各位 所谓的几何重心 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的几何重心跟重力中心的差异 然后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各位 以它的差异定义 还有如果有一个物体是由好几个基本的几何形状构成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个物体的几何 找到这个物体的几何重心或是重力中心 可不管怎么样我再强调一次三个心 执心 重力中心 几何重心 虽然大部的时候它们是同一点 但是基本的定义你们还是要分清楚 那我们下面就解释了分布力 跟重心和几何重心以后 我们下我们这个第五章基本上分成四个单元 第一个小节我们跟介绍平面物体就是一个平板或是一根管线 这是物体的或是一个平面这是几何的或是一根线段 怎么样这些都有点类似是二维的 怎么样找到这个平板平面一个管线或是一根线段一条线 它的几何重心跟重力中心 以及在什么时候它们会相等 然后第二小节是个应用 我们叫做一个Purpose Godinus Theory 这是两个人 它这个的定理是我们依照重心的观念 某些特别的几何形状的表面积或是体积 我们马上可以算出来 所以第二小节是告诉我们如何利用重心的观念 算出来某种特殊形状的几何物体的表面积跟它的体积 我们到处会跟各位介绍 第三小节我们跟各位介绍量的分布力 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前面所谓的量就是就像这个形状 一个水平的感值 上面有一个单位长度的分布力 我们要让你不要忘了 这些分布力就很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平行力 所以我可以把它这个力量集中在同一点 集中在某一点 你们到时候第三章我们给各位介绍就是变成一个等效率 可是它这个等效率的位置跟大小很巧 会跟这个物体的这个分布力的面积跟它的重心会有关联 那个是我们在第三小节要跟各位介绍的 第四小节等于是第一小节的延伸 第一小节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平板或是一种管线 怎么找它的重力中心跟几何重心 第四小节就是延伸到三维的 一个三维的物体我们怎么样找到它的重力中心或是几何重心 它的观念跟第一小节是非常的类似 然后这门课注意 第一点你们课本上的第六节跟第十二小节我们都不会教 因为等一下你们会看到 当我们要找到物体不管是重力中心 或者要找它的几何重心的时候 它最后呢会变成一个积分式子 可能是一个面积分 可能是个线积分 也有可能是三重积分 你们已经学到过那些积分了 最简单就是单重只有一个积分符号 如果是面积分就有两个三个 那但是这不是我们 那因此第六小节跟第十二小节 你们课本上只是告诉你们 如何去做双重积分跟三重积分 但那其实是微积分的东西 我们时间有限 我不准备在这门课上 跟各位再去复习微积分 而且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因为我们真正的目的 不是要利用积分 来找到物体的重心 听好 不是要用积分 来找到物体的重心 因为那种那种有时候很麻烦 因为有时候某些积分你自己也积不下去 我们真正的观念是要告诉各位 像你们现在看到的右边的这个图 你们仔细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是一个美式橄榄球 他们的球门 你们看这个球门 它基本上是有几个很基本的圆件构成的 你们看 这是一根杆尖 这是一个质杆 这边有一个又有一个质杆 这边又有一个质杆 然后这边有一个四分之一圆杆 所以这个球门是由四个质的杆质 跟一个四分之一的杆质所形成的 我们这门这一张主要的目的是告诉各位 如果有一个弓箭 不管是平面的还是是立体的 如果这个零件是由某些很基本的几何形状 所组成的话 每一个基本的几何形状 它的重心我都知道 我怎么找到这个整体物体的重心 那是我们这一张要跟各位介绍的最主要观念 我再强调 我们这一张不是介绍各位 如何利用积分的方法 来求得一个很复杂物体的重心 我们主要是让各位了解 如果一个复杂的物体 我发现它可以变成几个简单的几何形状所形成 那这几个简单的几何形状的重心 我都知道的话 我怎么找到整个物体的真正的重心 因为实际跟各位讲 我们在机械设计上面 你将来你仔细看 很多机械元件都是有一些基本的几何形状的零件所构成 那跟加工有关 你不容易叫一样机器去加工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一个很复杂的形状常常会拆成几个简单的几何形状 先把几个简单形状的零件做成 再把这些合起来变成复杂的形状 所以我们第六小节跟第十二小节谈怎么积分的 我们忽略不交 我再强调我们的重点 你们家会看到 我们重点是告诉各位 如果一个物体是由几个基本的几何形状构成 我知道这几个基本的几何形状的重心 我们怎么样找到整个物体中 像这个球门 它有四根直的杆子 跟一个四分之一那个圆管所形成 如果我知道四个直的管子的重心 我们晓得一定就在中间点 那如果我也知道四分之一圆的这个管子的重心的话 那整个球门的重心在哪里 那我们为什么要找到物体的重心 很重要 你不知道这个重心 你不确认这个重心 你设计设计有时这个球门可能撑不住的 会倒的 还有你们课本上还有一个第九小节 第九小节谈到的是 假设我有一个物体埋到水里面 水会给它一个水压 水压会作用在这个物体上 那我们如何计算作用在这个物体上的总共的水压 总共的水压 因为这也是一个分目力 那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我把一个门 这是水面 我把一个门埋在水里 你们看这个水压给力量就是一个分布力 每单位面积所受到多少力 那我们要知道作用在这个门上的总共的重量是多少 那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因为将来你们在大山流体力学也会教到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时间所限 所以我们这个小节也不教 因此这一个这一章第六第九第十二小节 我们都不会提到 当然你们不要担心考试的时候 跟这三个小节相关的题目 不管单数双数 我们都不会出 那我们现在开始跟各位介绍五至一小节 在介绍五至一小节 就是我们讲的怎么样计算平板 或是一个平面 或是一个线段的重力中心或几何重心 在讲以前我们这边有一个假设 这个是蛮常用讲 就是假设我的重力加速度基 第一点 这个工作件 有一个工作件 它可以当做很多个小指点所形成 每一个指点所受到的重力加速度 我们有两个假设 第一点 假设重力加速度是一样 第二点 假设重力加速度是互相平行 为什么我要说这是假设 像我刚刚讲的 你们仔细看 重力加速度的方向是朝向地心 因此 如果这是我地球 假定我的地球就我现在画的这么大 如果现在有一个物体 是这么大 那是非常大的物体 它跟地球半径差不多 这个是地心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点 这一点的重量朝着 这一点重量朝着 在这种时候 这两点所受到的重力加速度 它不是平行的 因为它都是朝向地心 是这个方向 第二点 最下面一点 跟最上面一点 因为离地球的距离差的是非常大 R平方 它的R也会不一样 重量加也会不一样 这是实际的情形 如果真有物体那么大 但是实际上 因为我们所考虑的物体 都不会搞到几百公里那么大 了不起 几十公尺已经很大了 所以我们才会假 因为如果 反过来讲 这还是地球 如果一个物体是非常小 那最高跟最低 离地心的距离是差不多 而且因为这个距离 所以本来好像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 我的重力加速度 都是平行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距离很小 所以它之间会夹的角度非常小 我们可以假设平行 所以这个是 这个假设 不只是我们第五章的假设 这是基本上 我们一般解决工程问题 一般的工程问题 所以是很特殊的 否则一般的工程问题 我们都假设 重力加速度是常数 就是每秒每秒9.81公尺 以及重力加速的方向 是互相平行 那在这个的假设之下 我们现在看 假设任何某一个钢体 任何一个物体 是由无数多个值点所形成 依据上面的假设 每一个值点 受到的力量 就是它的质量 承重力加速度 那就是一个互相平行的力 每一个值点 受到的是互相平行力 因此 假订这个物体 是由无数多个值点所形成的时候 它所受到的重力 就会像 我们今天在一上课以前 所讲的 都会受到这个是这个平行力 因为都是受这个平行力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力 找到有一个等效力 集中在一起 这个等效力的核 我在讲就是每一个力量相加 它这个位置是 这个每一个单独的力 对这一点的位置 产生的力矩 等于这个等效在位置 所产生的力矩 重点就是 如果我们说一个钢体 是由很多值点所形成 每个值点受到的力量 都叫平行力 因此它会得到一个合力 像右边这个图所示 而且会有一个特定的位置 就像这边讲的 这个合力 我们就叫做这个物体的重量 那这个合力所在的位置 我们叫做重力轴 axis of gravity 就是重力轴 也就是说 像这个手机 我现在这是地朝下 我可以假设 我所有的力量 这个手机所有的利用 都集中在 你们知道 就是这个轴这边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那沿着这条直线 就是我的重力轴 好 这是一个名词的定义 第一点要注意 这个重力轴 跟你物体和地面的方向有关 请注意看我这个手机 你们都知道 如果我手机这样子放 这是我的重力轴 我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个位置 如果手机这样子放 我的重力轴会变成这一条线 所以任何一个物体 只要它在空中转一个角度 它的重力轴会不一样的 任何一个重力轴会随着物体的方位而移动 OK 这重力轴会是物体方位移动 但是这是你们在国中 还国小就学到了 如果一个物体有一个对称面 我的重力轴一定会在这个对称面上 如果这个物体有两个对称面 那这两个 那这两个对称面会有个交线 那个交线就是我的重力轴 它指的不是你转弯 是这个意思 假如我手机这样子放 这是一个对称面 我的重力轴一定在这个面上 这也是对称面 重力轴一定会在这个面上 那这两个面的交点 交线 就是我这个手机在这个位置时候的 重力轴 重力轴 就是这个意思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 有一点 那我们现在告诉你 什么是说 像你们看到这个图 这我另外抓来的 你们基本上没有 可以啊 这是三个 这是同一个物体 它在三个不同的方位 它的重力轴 可是不管怎么样 它的重力轴 会有个共同的交点 比如说你把物体这样子放 先放在如这个位置 你在物体上面 重力轴 画一条直线 你把这物体斜一点 它又会有一条直线 重力轴 再换一下 然后 这些重力轴 会交在同一点 这一点 我们就叫做重力中心 这是一种定义 就叫做重力中心 因此 所谓的重力中心 指的就是一个物体在不同方位的时候 它的各个重力轴 直接的交点 叫做重力中心 如果你真正找到了重力中心 那代表了什么 请看下面这一句话 意思就是 如果我现在给我任何一个物体 某一个方位 我知道它重力中心是哪一点 不管怎么样 重力中心不会变 那 通过这个点垂直向下的那个条线 就是我这个物体在这个方位时候的重力轴 也就是说 从重力中心 往下画的那条直线 就是这个物体在这个方位时候重力轴 也就是说 你在任何时 不管物体摆什么方位 你只要是 从屋顶 连这一条线 是掉在这个物体的重力中心上 这个时候物体一定是达到平衡的 一定是一个平衡位置 它不会在 只要你是掉在它的重力中心上 这是重力中心 基本上的物理观念 OK 重力中心 基本上的物理观念 那也就是假设 我们所有的重量 不管物体在什么方位 都会集中在我的重力中心 可以假设 集中在重力中心上的那一点 好 这你们 这要注意 这你们看到的 这个图形就我讲的 这一点 这个符号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标示重力中心 如果你们在任何时候 做任何题目 看到给你一个几个形状 某一个位置标的这一点 就表示说 你可以假设把所有的重量 物体的整个重量 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很重要 听好 重力中心不保证 一定在物体上 它可能在物体的外面 它可能在物体的外面 尤其是属于那种 比较像这个也是一种 细长型的这种物体 或是有一种建筑材料 形状像这样 这一种我们叫脚钢 这一类的建筑材料 形状像L型 它常常的重力中心 都是在物体外面 不保证 一个物体的重力中心 一定在物体上 所以如果你们家 有没有算重力中心 有时候你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例子 算出来结果 如果说是在物体的外面 不要惊讶 不要惊讶 那就表示 这个东西的重力中心 就是在那个位置 就是在那个位置 好 我们下面先来看第一 前面是基本观念介绍 我们先来看第一步 如果现在是有一个平板 均匀的薄板 它的厚度是均匀的 是一样 记着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二维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薄板 它有一个厚度 可是厚度是均匀的 而且不会很厚 如果说这个板子的厚度非常厚 它就会跳到我们的第四节 变成三维物体的重力中心 那是我们第四节在谈 我们现在这一个小节 所谈到的薄板 指的就是我的厚度 是均匀的 第一点是厚度是均匀的 而且不厚 很薄 很薄 OK 所以我们谈到了 只是这个面的重力中心 那实际上的 如果真的是一个非常薄的薄板 我找到平面上的重力中心 那真正的位置 就是在厚度的中间 只能厚度很薄 所以我们现在不去抓那个单 不去抓那个尺寸 只谈到平面上的 现在假设有一个薄板 如下面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所示 我们假设这个薄板 是由无数多个 小小的 小薄板所形成的 每一个的重量 就我们讲的 分别叫做 ΔW1 ΔW2 ΔW3 像左下角这个图 我们把它通通通的 变成无数多个 每一个的 然后那总共的重量 当然就是 sumation的ΔWi 整个薄板的重量 就是每一个小薄板的重量相加 但是 而且 而且 假设每一个小薄板的 它的中心点 因为非常小 它的中心点 我们就分别叫 x1 YY x2 Y2 x3 Y3 如第二个图所示 因此 这个时候 这个作用在这个薄板上 每个小薄板的重量 就是相等于一个平行力 那依照我们一开始上课讲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平行力 集中到某一个位置 像第三个图 最右边那个图所示 它的总共重量 就是每个小薄板的重量 而 它在这个特定的位置 它的重量的作用线 在这个跟这个特定的位置 对原点所产生的力矩 等于中间的这个图 每一个小重量 对原点所产生的力矩 因此 那假设 这个最右边的这一个图 这个总共的重量 跟这个薄板的焦点 我们叫x bar y bar 那依照我们的定义 x bar y bar 就是这个薄板的重力中心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找到它的 center of gravity x bar y bar 等于几 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 中间的这个图 每一个小重量 对原点的力矩 要等于用边的总重量 对原点的力矩 所以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只拿右边来讲 总重量 对原点的力矩 就是 依照你最右边的图的坐标 就是x bar i 加上 y bar j cross 负的 wk 不要忘了 k重量是朝下 所以 所以 i cross i cross 负k 是等于正阶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我的产生的力矩是 x bar 乘上w 正阶 然后 加上 y bar 乘上w j cross 负k 等于负i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 不管是总重量或每一个小重量 对原点的力矩 会有两个 一个是在x方向的分量 事实上是在负x方向分量 等于负的y乘以w 一个是在正y方向的分量 所以我们这边第一个式子 各位看到了 我们写的sumptionmy 指的就是 力量对原点所产生的力矩 在y方向的分量 最右边 等号左边就是最右边的图 等号右边就是中间的图 所以是等于x bar乘以w x bar乘以w 等于sumption的 那个xi bar乘上 datawi 那同样的道理 y方向呢 你们不要忘了 在x方向呢 我是在 y的刚刚是正 x方向是y bar乘以w 但是是在负的 所以我们得到负的y bar乘上w 等于sumption的负的yi 乘上datawi 但是等号左右两边负号可以消掉 所以我第二个方程式 可以写成你们荧幕上 所看到第三个方程式 结合第一个方程式 跟第三个方程式 很好记 就是x bar乘以总重量 等于每一个小块的x值 xi乘上datawi sumption y bar乘以总重量 等于每一个sumption的yi 乘上datawi 如果假定这个波板 我把它分成100个小片 每一小块 我的datawi都知道 那总共的w我就晓得 每一个小块的xi跟yi 我都知道 那带入荧幕上的第一个跟第三个式子 你就可以解出x bar跟y bar 这个就是找博板 找到博板的那个 博板的那个重力中心的方式 ok好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上课 所以这边就告诉各位 如果有一个 有一个博板 在xy平面上 你把这个博板分成了无数很多小块 100个小块 每一个小块的重量你知道 每一个小块的位置你知道 那依照这个荧幕上第一个跟第三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博板的重力中心 那如果我把这个sumption 变成了无数多个小块 我们的这个式子 就变成你们现在看到这三个 总共的重量 等于dw积分 你们都知道 微积分告诉各位 sumption变到无穷大 就变成了积分 同样道理 x bar乘上w等于xdw y bar乘上w等于ydw 因此那 会有同学怀疑 我这个dw 这个怎么积分 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还是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对重量积分 你们学过只有对体积 但是dw就我刚刚讲的 重力加速度 乘上密度 再乘上体积 所以我们真正积的是这个 把dw变成重力加速度 乘上密度 再乘上dv 再乘上dv 这就是体积 因为这是博板 厚度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我又可以把它变成 g乘以弱 乘上厚度 乘上da 因此 如果是博板 你要计算我的重力中心 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个双重积分 double integration 双重积分 然后这个积分 是指里面 重力加速度 一定是固定的 重力加速度 是固定 但是注意 t可能也是固定 因为是博板 我们讲二维 密度不一定是 密度不一定是常数 如果你博板的各个指点的那个密度不一样的话 那这基本就变得很啰嗦 不管怎么讲 你们的第六小节 不是第六 对第六小节 课本上就是告诉各位 怎么样做这些双重积分 但维基分团我们不在这边讲 因为我们已经强调 我们的重点 只能让各位了解 我的重力中心的基本定义 是个双重积分 但是我们重点不会要求各位 利用积分来找重力中心 因为如果有几个需要很复杂 这种积分也没有那么好做 所以真正的 可能我们一般定义用的就是 这一个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现在不是一个博板 是一根管线 它也是有它的重量 那上面的这个式子照样适用 因为一根水管一样的东西 一个管子还是有它的重量 那它如果是在XY平面上 我们还是可以找出来它的重力中心 这是找物体的重力中心 下一个这个式子各位先记着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一个 但这很好记 这一张公式是还蛮好记的 反正X bar X bar就是配X X bar W就等于XDW 或是Sumation的XIDWI 一样的意思 我们刚刚谈的是一个博板 是个物体 我们现在谈一个几何平面 还是如右下角这个图 各位所看到的 假定现在有一个平面 作用在XY平面上 整个面积是A 我还是可以把这些面积 分成很多小块 每一个小块的面积叫 ΔA1ΔA2ΔA3 那我总共的面积 就是我这个Sumation ΔA通通加起来 然后每个面积的位置 我们把它叫做XIYI 那这个面积的重力 不是几何重心 Centroid 我们把它叫做X bar Y bar 那类似的观念 我们就说X bar乘上A 等于A等于D 然后X bar乘以A等于XDA XY bar乘以A等于YDA 这个公式 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公式 是面积的几何面积 跟这个找我重力中心的 只不过是把W重量 换成面积而已 剩下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现在注意了 这都是我们讲的是Sumation 还是一样 如果面积变成无穷大 我们就变到这个公式 就跟刚刚一样 就是只是把前面W换成A 但注意一下 这个有个特别名称 要跟各位讲 这个积分 XDA 这个积分 我们有个特别的名词 叫做这个面积 对Y轴的面积一次距 你们仔细看 是first moment of the area 面积一次距对Y轴的 为什么叫moment 因为它就是面积 这个小DA 小面积乘上X 就等于乘X就等于到Y轴的距离 小面积乘上X 就等于面积到Y轴的距离 那如果你把面积当作是一个力量的话 这就有点像取力矩 可是它不是真正力矩 所以我们叫做面积力矩 Moment of the area 为什么叫first 第一 注意 因为将来你们在材料力学 事实上我们第九章会跟各位讲 你们会看到还有这个积分 会有这个式子 X平方 这个就叫做面积二次距 那个在材料力学会用得到 所以一次方的 它的first的指的是X的一次方 second的指的是X的二次方 那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XDA等于是我们叫做QsubY 记到对Y轴的面积一次距是XDA 对X轴的面积一次距是YDA 那这个的面积一次距 目的就是帮我们 因为你们可以看 如果我知道了这个Q 比如说我知道了QY 我又知道了总面积 我马上一除 就可以得到我的XBAR 所以这个QY是个几何性质 它跟你这个平面 这个几何面积有关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因为你们将来 如果你们在外面做事的时候 你们有的时候你们会查一种叫做 那个机械手册 你们会找到有很多参考资料 会列出各种几何形状 然后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几何形状的QX等于几 QY等于几 还有A等于几 它只会告诉你这三个 会告诉你任何某种特别几何形状 手册都算给你看了 什么样子的几何形状 QX什么 QY什么 A什么 那你只要知道这三个值 你就晓得怎么算出来 这个物体 这个面积的重心 Centroid 目的是在这 所以这次专有名词 各位要记住 XDA跟YDA 分别是代表对Y轴 和对X轴的面积一次距 知道面积一次距又知道面积 我们就可以算出我的重心 这个只限面积 重量没有这个名词 OK 重量没有这个名词 我们现在继续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面积一次距 这个定义 各位本身要记清楚 这个是算面积的 先来告诉各位 下面的就是这张最重要提醒各位 也就我们讲的 虽然我们已经定义了 如果你要算 不管是算一个几何物体的重心 或者是一个物体 实质物体的 或是一个实质物体的重力重心 依据定义 我们要做那个积分 但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不是要告诉各位 用积分来做这个 我们考虑的是所谓的复合体 所谓的叫做composite body 一个复合体 所谓的复合体 不管它是一个复合的面积 复合板 复合的管线 复合的面 平面 或是复合的一个线段 它就是有几个 比较简单的几何形状所构成的 我们把它就叫做复合 我们本身呢 把这个的东西 我们把它是叫做一个composite body 也许叫composite plate 看你用的是一个平板 还是一个管线 还是一个面积等等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复合体 那如果是复合体的话 抱歉老师一下刚刚看错了 我们现在再从平板来看 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平板 它的重力中心是x bar y bar 我们就说x bar乘上w 等于x对w的积分 那就可以算出x bar 如果是个面积 我们就说它的重心 几何重心 是x bar乘上a 等于xda 是这两个式子 那我们现在就考虑 如果现在是有一个平板 它的密度是均匀的 有一个平板密度是均匀的 厚度t也是固定 然后它的表面积 是一个a 首先 那我们知道 这个那这种时候 这个平板 它的比重 你们知道 比重就是重力加速度 乘上密度 g乘以r 我们把它叫做gamma 是我们的比重 比重 再乘上体积 就等于重量 所以如果有一个板子的密度 是均匀的 那它的比重 一定也是均匀的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每一个小重量 dw是等于gamma 乘上它的dv 或者应该说是gamma 乘上我的厚度 乘上da 总共的重量 也等于我的比重 乘上我这个板子的厚度 乘上我的总面积 就是平板的总面积 就在厚度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几个编号 不管了 我们就会发现 本来我是x bar乘上w 等于xdw 那是算重力中心的 但是呢 我的x bar可以写成gamma乘以t 乘上总面积 等于x乘上gamma乘以t 乘上da 可以变成这个结果 那我把等号左右两边的gamma 跟t都消掉 那就变成了x bar乘以a 等于xda 就变成 就是本来是计算重力中心的公式 就会转化成为计算 几何重心的公式 所以结论 我们是告诉各位 这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是一个平板 它的密度是均匀的 而且 它的厚度也是均匀的 这个平板的重力中心 就会等于这个平板面积的 几何重心 那就是我们说的两个心 就会重叠 可是条件就是 有两个 第一个平板的厚度t 一定要均匀 不均匀 我刚刚讲的话不算数 而且密度也一定要均匀 这是我本来让你找的是平板 一个平板的重力中心 你就找它表面积的几何重心 就可以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刚刚讲的是面积 如果现在谈的是一条几何线 就一根线 它的几何重心呢 其实如下面的设置也是一样 总共的长度等于dl 让x bar乘以l等于xdl 这个时候xdl跟ydl 分别就叫做这个线段的 也就是所谓的 分别对y轴和x轴的线段一次距 刚刚是对面积积分 我们叫面积一次距 现在是对线段积分 我们就叫线段一次距 意思是一样的 而且同样的道理 如果现在是有一根管子 比如说一个水管 它的密度是均匀 而且它的截面积 就是中间那个截面积 是一样 截面积是一样 那这个水管 它的重力中心 也就是等于构成水管的这条线 它的几何重心 观念是一样的 可是必须是要这根管子 它的截面积 每一个截面积是均匀的 然后密度也是均匀的 所以到这边来讲 平板跟管 我们都有它的重力中心 然后这两个物体 所对应的面积跟那一线 也有它的几何重心 如果密度都一样 平板的厚度是均匀 或是管子的截面积是一样大 那物体的重力中心 会跟几何重心重叠 那下面给各位介绍 很简单 那现在谈的都是指面积为准 假定有一个面积 我们说它是对 上右上角第一个图 假定有一个面积 我们说它是对BB Plung 轴 是一个这个面积的一个对称轴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在这个BB Plung 轴的两端 也就是说假定我说有一个平面 它有一个对称轴 意思代表在这个对称轴的两端 如果有一个P点 就一定会有一个P Plung 点 像右上角所显示的 P跟P Plung 到BB Plung 这根轴的距离是一样 而且P跟B Plung 的连线 跟BB Plung 是垂直 如果每一个P点都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 对应P Plung 点的话 我们就说BB Plung 是我这个面积的对称轴 这是所谓的对称轴的基本定义 假定我说这个面积有一个对称轴 代表在这个轴的右边的某一点 有存在一个点 就是代表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点 这两个点连线跟这个轴是垂直 而且距离是一样 这个就叫做对称轴 如果有一个对称轴的话 我们看第二个图 假定这个像这个梯形的 中间这个是对称轴 那左边的DA 到这个轴的距离是X 右边的DA到这个轴的距离是X 左边的DA到这个轴的距离是-X 因此假定有一个对称轴 那对这个的轴的面积一次距 也就是依照这个图来讲 就是我的XDA一定等于0 因为它有一个DA有正X 就有一个DA有-X 所以一定等于0 那既然XDW会等于0 那XDA就一定等于0 也就是代表我的重心 几何重心一定会落在那个对称轴上 所以结论就是 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任何一个面积有一个对称轴 我的几何重心一定会在那个对称轴上 那反过来讲 像右下角这个图 如果一个面积有两个对称轴 那这两个对称轴的焦点 就一定是我这个物体的几何重心 所以因此我们知道 一个圆形几何重心在中心点 一个正方形几何重心在它的中心点 因为它都有两个对称轴 这是有一个对称轴的 还有一种情形 像你们现在看到的右上角的这个图 刚刚是说有一个对称轴 有的物体会有一个对称点 如果一个面积有一个对称点 代表了什么呢 假定这个面积上有一点的坐标是xy 那这个面积上一定会有另外一点的坐标 就叫-x-y 有一个xy 比如说在坐标23上面有一点 那在-2-3上面一定有一点 那每一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对应点的话 那这一点O我们就叫做对称点 如果这个面积有一个对称点 它的对称点一定就是它的几何重心 同样的道理 因为它有这个对称点 它的x-dw跟y-dw 你就通过那个对称点的两个互相垂直轴的 x-dw-da跟y-da都一定等于0的 所以它的那个对称点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原点 就一定是我们的对称点 这个是我直接从图上来看 那下面我们就来讲 下面呢我们先跟各位介绍 你们课本上有一个表叫5.8 它有分a跟b 我们先给各位看a跟b 先看b 5.8b这个表 就是跟各位讲两种线段 第一组线段是一个四分之一圆弧 或是一个半圆弧 针对它的坐标 它的几何重心 2%r 针对它的坐标 它的几何重心 2%r 这个数字各位要记一下 这个有时候考试不会给 你说如果我的半径是r 记得 不管是第一排 我们就先看第一排 我的四分之一圆弧 跟这个半圆弧 它的几何重心 你们仔细看 都不在弧线上 在弧的外面 可是这个 第一行这个2%r要记得 也就是说我的四分之一弧 或者半圆弧的时候 我的重心位置是从原点 算2%r的距离 下面这个图 是一个任意弧 那它的距离就是 我们这个弧的等分线 因为它是对称 若说我这边是有一个弧的话 那我从这边来讲 这我原心 我一定对称 重心定在这个上面 然后从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就像讲的 是等于 α分之 r乘上上映α 记得分母的那个α 一定要带进度量 要用radian带进去 如果现在圆弧长度是 那个角度是60度 那我的α就是30度 那你带公式的时候 分母的α 你不能带30度 你要带6分之π 才会算 那我们现在假设 跟上面比 如果这是一个半圆弧 那角度是180 α就是90度 你们把α等于2分之π 带进下面的公式 你们会看出来 答案刚好就是π分之2r 跟上面的公式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是对称的 但是要注意 四分之一的时候 要小心 你用这两个公式 它定义的结果 不完全一样 如果是个四分之一弧 用第一行的公式 它是说 从这边算2r 然后这边也算2r 所以算出来的是 这两点的焦点 这边分别都叫2r 那是第一个公式 可是如果你要用第二个公式 它真正算的是 把这个当做2分之π 所以我们那个公式给的是 这是我的重心 它是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的距离 r分之rθr法 是这一段距离 那是第二个公式 所以如果是四分之一弧的时候 你用的是第一个公式 或是第二个公式要小心 它定位的位置不太一样 一个定的是x bar y bar 一个是从圆心 直接沿着半径所算的 这两个都要小心 第二个公式不见得要记 r分之rθr法不要记 真的考试人家会给你 可是四分之一圆或是半圆 弧 这不是面积哦 是个弧 你们的图5.8b 给的是一个弧的答案 然后5.8a 就是各种面积的几何重心 第一行要记三角形 你们看 它的重心就是高的三分之一 这一点注意 如果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你们看一幕 直角三角形 我的重心位置就从这个直角边算 这边是三分之一 这边也是三分之一 这一点位置就是三角形面积 这是面积的几何重心 从直角边各算三分之一的高度 那就是第一个公式告诉各位的 第一行的公式 第二行的公式 就是四分之一的圆面积 跟半圆面积 是三分之四 这个也要记一下 这两个通常不见得人家会给你 一个是三分四 一个是二 记得一个是圆弧 一个是圆面积 第三行 指的是一个四分之一的椭圆 跟半椭圆 这个不要记 第四行是抛物线 也不要记 第五行要小心 你们仔细看 第五行跟第四 第五行它叫做抛物线 那个抛物线拱形 那个spendril 那是一个拱形 你们仔细看 第四行的第一个图 跟第五行 刚好是互补 一个是抛物线的左半边的面积的重心 一个是抛物线右边的重心 面积的重心 所以如果你们是要查表 碰到这个抛物线 一定要弄清楚 题目的面积是在抛物线的左边 还是右边 那是第四第五行 你们要对应的 我在讲 第四第五行是互补 第六行跟第五行也有关系 第五行抛物线的公式是 y等于kx平方 第六行是一般是 y等于kxn次方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题目给你的是 y等于kx4次方 你用的就是第六行了 所以我这样都不要记 但是真的考试 这个表格会给你们 这些就是一些基本的几何形状 它的重心 那用途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那就是我们这张最重要的 那第七行就是一个扇形的面积 那些都不要记 这个里面有七行 真的要记得只有第一行跟第二行的值 就是你要知道直角三角形的重心怎么算 从底边各算三分之一的高度 以及四分之一圆或半圆的面积 怎么三分之四 剩下第三行到第七行都不要算计 可是我在强调 第四行跟第五行你们要分清楚 第五行跟第六行也要分清楚 我在第四行第五行是互补 都是y等于kx平方这个方程式 一个在线的左边 一个在线的右边的面积 那第五行是kx平方 一个是kxn次方 那知道的这个结果 下面我们就来看 我们这样做 所谓的复合体 就是一个物体 或是一个面积等 是由好几个基本的几何形状所构成 所谓的基本几何形状 就是我们这个表里面所说的 这就是所谓的基本的几何形状 那如果是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跟前面观念一样 比如说我一个平板 是由三个三角形所斗成的 那我每一个三角形的重心我都知道 面积我也知道 那依照前面的观念 还是一样 x bar乘以总面积 等于sumvention的xi 成像德塔AI一样的观念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复合体 不管它是平板 还是线段 还是面积 还是线 如果我们知道 这几个简单的几何形状的重心 也就是从前面的这些表格 我们可以找得到的话 那整个这个复合体的整个物体的重力中心 我们就可以用类似的公式得到 例如呢就我们讲的 假定每一个简单元件的重心 我们知道是x1y1x2y2等等 那就像右下角的这个图一样 右下角的这个图你们看 就两个三角形跟长方形构成的 如果我知道这两个直角三角形 跟这个长方形的重力中心 分别是x1y1x2y2x3y3那 我整个这个复合体的重心 就可以用这个重力中心 就可以用x bar乘上总共的sumation w 等于sumation xi乘上wi y bar乘上总共的重量 等于每一个小物体的重量 乘上它的那个xi yi 这个是以重量来看 那同样的到 如果是面积也是一样 如果是线段也是一样 也就是都是 整个复合体的x bar y bar 分别乘上整个复合体的重量 或是面积 等于这个复合体面每一个小物体 它的重量或面积 乘上这小物体的自己的重心 你唯一的要做的 就是要把每一个小物体的面积 或是重量 或是它的重心 要先算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张 最主要告诉各位的 我们真的要算的是这种 我们再会举个例 但是这边有一点 你们课本上没有讲 你们要特别注意 这有个正负号要注意 因为我们要乘上sumation的xi y 我们拿这个实际举例子 你们现在看这个 这是由一个半圆弧 半圆盘 半圆的面积 加一个长方形 然后中间挖个洞 好 这是一个平板 我要找它的重力中心 可是因为这个厚度是均匀的 密度也是均匀的 所以这个平板的重力中心 等于右边这个面 面积的几何重心 那照我们刚刚讲的 我知道左边那个半圆的 因为这很明显 这个是沿着x是它的对称轴 这个图鞋x是对称轴 所以我知道y bar等于0 y bar就是几何重心 一定在x轴上 我现在只要找到x bar 找到x bar 我把这个分成三块 一个半圆形 一个长方形 还有一个中间有个洞 那我们就做下面那个表 这个是你们要注意的 看这张表 第一个是我的半圆形 好 依照坐标 我的x bar是负值 这个半圆形 我们刚刚讲的三分之四 一定是在圆点左边 所以x bar是负 可是我的面积是正 但是乘出来的x bar 乘以a就是负 第二个是长方形 面积是正的 它的x bar也是正 所以乘出来的xa 我的面积惯性一次距是正 第三个要注意 我那个圆 它的x bar是正 但因为它是空的 所以它面积应该是叫负 因此乘出来的结果也是负 所以最后 这一个图的面积 等于是依照左边这个表 就记住是半圆形的面积 加长方形的面积 减掉圆形的面积 那最主要是它的面积一次距 也是一样 这边有两个 就是说你如果 不管是x 如果x是负的 你就要带负 如果面积是空的 你也要带负 乘出来是正的 就叫正 乘出来是负的 就叫负 这是用这种 负合体的做法 来找负合体的 几何周期 或重力中心的时候 你们的正负号 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下面给各位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你们课本上 第五章的第一个例题 就是找到左边这个面积的 它要我们打两个 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xy 所以要找到左边这个面积的 分别对x轴和y轴的面积一次距 以及找到这个面积的几何重心 那第一点 这个你们就知道 如果你知道用积分来做 头都昏了 所以我们依照负合体的观念 第一点 你们看 它是等于一个三角形 加上一个长 就是那个60公分乘上120公分 60mm乘上120mm的一个三角形 加上一个80乘上120mm的长方形 再加上一个半径为60mm的半圆形 然后减掉一个半径为40mm的圆形 所以左边的这个物体面积 是由四个简单的面积 一个三角形 一个长方形 一个半圆 一个中空的圆 所形成的 因此我们的步骤就是 第一个先把这四个不同的 简单的面积 它的面积一次距给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 然后再把这些的面积一次距要相加 但是呢 因为那个圆是负的 你们可以看 中空圆是负的 可是这个圆依照我的坐标系统 我们这个圆的几何重心都是正 所以它的面积一次距一定是负 所以我们真正的是把这几个 那些就是我们合在一起要记得 正的是正的 负的是负的 等下我会直接看 知道面积一次距以后 除上总面积 总面积就是三个加起来 再减掉圆的 就会得到我的几何重心 那通常做这种问题 我们也是建议各位 像你们课本上 就是画一个表 它现在就把这个分成四个 左边第一个面 第一个是长方形 第二个三角形 第三个是半圆 第四个是空调圆 我们一行行的看 你们先看第一行 先看长方形 它第一排 第一行就是面积 不是长方形面积 所以就是80乘上120 那是我的面积 一到我的坐标系统 我的X bar就是60 Y bar是40 要依照我的坐标轴来看 所以这个时候 我面积是正 X bar Y bar也是正 所以乘出来的第一排 我的X bar A跟Y bar A都是正 第二个是三角形 要注意 我的面积是二分之一 乘以60乘上120 我的X bar是正的60 没问题 注意Y bar 抱歉 X bar对不起 是三分之一是正的40 Y bar注意是负20 因为它是在负的原点下面 所以第二排 我乘出来的X bar A I X bar A是正的 但是Y bar A就是负 到时候面积一次去的时候 这个就要把它剪掉 因为它是负的 第三个 就是我上面那个半圆形 要小心 面积很好算 就是二分之一的π 乘以60的平方 那是面积 但是 然后它的X bar 也很简单 因为是在中心点 X bar就是等于60 Y bar要注意了 看上面这个 依照我们前面的表 它的Y bar 等于三π 成分之四R 乘出来的是25.46 但是 注意 这个25.46 是从这个半圆的 你们看是这条线画过去的 算过去的 可是我真正的几何重心 要从X轴开始算 所以你们看 这边 我真正的Y bar 是25.46加80 所以是105.46 也都是正 所以乘出来是正 最后 我们的中空的圆的面积 π乘上40的平方 它带一个负号 因为它是空的 那X bar是40 X bar是60 Y bar呢 就是80 X bar Y bar都是正 可是因为面积是负 所以最后 第四排 乘出来的X bar A 跟Y bar A 都是负 然后所有的面积 就前三个 减掉第四个 正的就正的 面积可以加起来 然后 summation的X bar XIAI 跟summationYIAI 也统统加起来 这我再强调 是正的就正 负的就负 那剩下结果就很简单 对X轴的面积一次距 就是summationYIAI 对Y轴的面积一次距 就是summation的XIYI 这个答案表写反 我们后面 这个表格的最后两排 最右边的两排 从右边来数的倒数第二排 是summationXIAI 所以它是QY 是对Y轴的面积一次距 最后一行 是对X轴的面积一次距 然后 剩下就很简单 把这两个面积 分别除以面积 就会得到我的X bar Y bar 答案是在 那个圆圈下面的一点位置 中空的 这个例子 各位仔细看 最主要就是注意到 因为有个空的 面积是负 面积是负 不表示我的面积一次距 一定是负 你要看你的X bar Y bar是正还是负 那第二个例子 就很简单 这里面课本上第二个例题 这是一个管子 中空管 三个长度所形成 他有没有找出 这个管子的重力中心 可是 一个这个管子是均匀的 而且 它是 那个 中间的 孔的半径都一样 所以 我们这边说 这个管子的 重力中心 也就是等于 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线的几何重心 因此我们变成 找一个三角形 ABC 它的长度分别是 600 650 跟250 我们要找它的 几何重心了 那就像下面这个表所算的 你们先看 第一行是AB 长度是 那个 那个 六板 所以它的XBAR 是300 YBAR 就是0 都是正的 第二个 是BC的那个斜线 长度是650 因为这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这个线的中心在中间点 所以XBAR 就是应该是300 YBAR 是125 第三段 就是250的 那根线 那XBAR 就等于0 YBAR 等于 YBAR 等于125 然后 统统乘开来 那最后 再把这两个结果 这很简单 除以总长度 总长度是1500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的XBAR 是等于250 YBAR 等于75 注意这是一个三角形 OK 但是它不是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 我们刚刚讲的三分之一的高度 是指三角形的面积 这个不是三角形面积 只是一个三角形的线段 所形成的 所以它的几何重心在这个里面 但不是三分之一 这点各位也要分清楚 三角形的线段的几何重心 跟三角形面积的几何重心 是不同的 OK好 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这个就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只是告诉各位 怎么样计算 我的平板 或是一个平面面积 或是线段 它所形成的几何重心 你们各位只要分析 几何重心跟重力中心 什么时候会一样 什么时候会不一样 以及 我在强调 不是算积分 如何计算复合体的几何重心 或重力中心 才是这一个小节的重点 明天 明天 谢谢大家